大家好, 華記8月1日就報導 今天就想說一下大陸有一位明星叫吳亦凡 大家熟悉的是拍周星馳的西遊記唐三藏 他是飾演唐僧的 他是加拿大籍的 在昨天7月31日最後一天 他就被人揭發 他就選票, 引誘一些未成年少女試鏡 意圖迷奸和收奸 差不多有8名女士未成年 可能他就騙人上床 被大陸的公安抓了 因為他是加拿大籍 所以如果他在中國觸犯法例 他都會受到中國的刑罰 話說他現在不知是否 因為他本身也很英俊 不知是否這樣吃 但他不明白 可能他喜歡吃未成年少女 其中有個十四歲 如果大家記得這些事情 就是對上2012年7月 現在是2021年7月 以前那單就是2012年7月 就是李宗瑞的 大家記得他專門生氣 那些少女就劈走 然後灌醉了之後 就帶回到自己的私家炮房 私家鬥那裏 就有奸 現在就在台灣復營 但是呢 即是 我也不明白 李宗瑞都是有錢仔 大把女兒 根本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 即是那些碼頭 那些工具 喂 我們昨天抓那個 嘩 吳亦凡 大哥 你西游記 唐三藏 唐三藏男主角 怎麼會 大把女兒衝上來 但是他仍然就會 真的可能有道人 喂 是有奸 話就說試鏡 接著就 八王硬上攻 這裏就很大問題 所以呢 這單八卦新聞呢 就 即是我們奇奇怪 現在那些人 為什麼這麼有趣 總是 要偷才開心 明溝就不開心 是明偷才開心 即是 一世前途盡毀 我相信 這位唐三藏 已經翻身無妄 喂 你想一下 Edison 陳冠希 他沒有犯法 只是不小心 漏了一些照片出來 即是大家 現在你情我願都這麼嚴重 這個簡直是釋受 觸犯法例 起碼坐十年八年牢 所以我看到這件事 就覺得很唏噓 為什麼做人 那些人就會這麼 你明刀明槍 大把人送過來 你用什麼去 誘奸 是吧 就說 給個女主角你做 上來試鏡 然後又脫衣 然後又搞賣 現在的西風日下 道德淪亡 所以今天在這裏 就分享一下八卦新聞 今天說了這麼多